身材的先進 大家幫忙 大家好 我已經有打電話 找不到 我們請教你們 第375層的 海洋國家公民起碎 剛才 你要在這裡抱歉 這個機會 這次我們的 2012年鳳凰城 秋冬 台灣系列 蔣工廠 是有我們台港國家公民的管理處 和台南市路書館 以及軍會 台南市鳳凰城 五四十歲 合班集合 我今天非常高興 我們新高齡的 台港國家公民管理處的 保育研究科的課長 我們的王課長 來到現場 我們借了這個機會 來介紹我們的課長 我們扶我現在來跟我們的王課長 謝謝歐理事長 各位 各位 大家還蠻疼好 因為你居住很客氣 因為我來 我想來聽課 聽說我們這個課是甚麼 因為我以前 我說真的 我在我家 我來六年多 跟華課長 我們從接牌那一天 之前我們就已經弄起地盤了 所以我們 我一直快來讀課程 我一直都沒有這個時間 我來這裡聽課 真的不好意思 其實我很想來聽課 因為我已經說沒有 我就報告 跟大家說為甚麼 因為我本身是學土木 他也做防災 所以我們這次的論述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三個 我們三個 我們來這裡 我們你從三個 我主心 我主心 我們三個最老的老人 剛才我們三個做六年 我們從三個六年多 他說 你三個也稍微換一下 我說是要怎麼換 我剛才說他最佩合的劇本 所以他到那裡有三個 就有五個 他以為我們 我們閣會調動後 我剛才坐黃副長的尾 剛才坐第五個 第五個 前禮拜有三個在台北 靠到重開 所以我今天過的 在辦公室坐第四個而已 所以我對一些 我們現在的 一些我們現在在提供的議題 都很陌生的 我也算是手上路 所以李宿長還要給我 太強了 其實我也是有點害怕的 所以我說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部分 但是我知道這個課上的很好 因為我從講師的內容 你知道一連路 黃副長這邊很精心在安排 李宿長也很有心 所以這個課程 我們台南有幾次 也會用來 帶大家出名老婆 帶大家生活 因為我們台江對這課程 在處長的要求之下 我們會看來更快 我們秘書來了 那我時間很快糟糕了 所以我時間 今天大家 可以把宿兵 稀了一下 把你的活動 增加 這個光彩 那未來也不排除說 除了在這裡 我管理主 其實我說 前幾次我在創立 我還沒說過 在創立 其實我管理主委 建築文 我每次都在創立 整個建築物 那是我對台江從營到營 說我拿出來 所以我每天都在創立 我差不多 五十四個斤待命 所以我們大家有憑出 我除了在保育工作上 我其實整個建築的 鑽石級律建築 我整個到營建說 我都能講 所以我以前 以前我在想 我處長 要給我調動 已經給我調解說課 到時候有 我處長說 不會讓你那 鬆懷的力 絕對不足理念 所以我就來保育課學習 所以我給大家 我現在好學 所以以後 我現在問了 你大家聽不懂 叫我哭 因為這個我就不懂 所以我的意思 所以我的意思 大家 我以後 我現在問了 要給大家請教 大家怎麼好想考慮 我是覺得這樣 台江 為什麼叫台江學員 我會跟各位講一下 台江學員這四個字 這是第一代 吳茂城 台江分校的執行長 在那裡說 我們台江是一個學習的原地 所以他認為每個人都到台江來 不管是你們學校 從業人員都是一個學習的經驗 大家都教學相當 所以我們的台江學員 可以做台江學員 你都說台江是一座學校 所以我們大家都在學校的環境 所以我們醫療的管理所裡面 也會開放一個學習的環境 所以因為我們中所的環境 所以現在介入我們 醫療也許會拉到我們的管理所那邊 來做一個上課 我們這些公民也覺得這樣 我們可以先把我們想過 我覺得以後 我們還有一些 大家互相 教學習的機會 希望大家 待會大家記得 我小弟 我小王 我叫王建治 我叫他叫 以前你 林副市長 林智隆 他說 奇怪我每個人 我們是列人 他要叫列名 我都不能叫 他說 建治要列名 我說 你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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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這 我說這 見人見智 見人 不要花音 他說什麼 見智 所以要 我現在做台北市府 現在我都叫我 就叫他出來 他都說 我繼續說 當然我是開工 他 我覺得 因為 階段性的任務 我覺得我們管理處 包括我們 許秘書 我們排管處 他現在我們裡面出去了 我覺得他也是 每個人都 什麼都 他也是我們同學 我們採購員的同學 我要介紹他 待會你市長來介紹 我說 我以前他一直去問 他一直去問 一直去問 他一直到台北市府 到台北市府 做這麼多的 層幕中 叫我秘書 給他的專輩做 所以待會要介紹他 我相信 很精采 今天是我天台來上學 他很聽我許秘書的 那是 我現在 我們就不多說 因為我 我兩個 練打的時間 那時間 到台北市府 謝謝 謝謝 今天我們來的 王客長 他說那個 建人建制 各位朋友 叫怪儀 他那個建制的建人 不是那個建 是 建的市府總統 對 他是那個 健康的建 可是沒有人 是 建立的建 建立的建 建設的建範 建範 在要介紹主題以前 各位都知道 其實 鳳王城文慈協會 學習文慈起家 我一直覺得 文慈的生態 他是結合在一起 文慈離不開生態 生態 也離不開文慈 今天 我們很平衡 邀請到 海陰文 國家公的秘書 不過 要大家報告 海洋教育 海洋教育 現在是 我們 有給我們 大陸市 對國小 國中 和我們大陸市 的大學 都在推動 海洋環境教育 今天 有這個機會 我們邀請到 這個 國分的秘書 徐嫂良 我們在這補話聲 來 歡迎我們的 徐藝副長 來 徐藝副師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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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大海的內文 來自大海的內文 這個禮物當然我認為就是國家公園 這個整個海洋有很多的面貌 我們怎麼來看待這個海洋 那我想我們先放幾張這個海洋的圖片 大家看一下想像一下 然後我們再分析一下這個海洋的美 我們來這個去解讀這個海洋之美 那對東沙、東沙、東沙 像我們這兩個海洋國家公園 我們可以介紹 所以我再用國家公園出來 這是海 這個海在哪裡 你可以想像得到嗎? 深海 這個分析十分 我這個上題找到古南 這張是在海源五號上面拍的 我今天沈下去的海洋是誰 這個是海源五號到太平島的行程上 找我一個同學 這個海下的海 他說在走在那裡 應該是大概五月的時候 沒有一點風浪 整個藍海就是像軟綿綿的這個 這個地毯 這個船在這個海上 切開這個海水 所以因為這個海 這個船切過了 切過了嘴面 有一點涟漪 所以有一點波動 要不然的話 這個海整個是平的 你看它的顏色 是真正的寶藍色 這是平靜的海 但是當然南海已經不那麼平靜了 在剛才那個航程 那個位置大概是 我們鎖 這一張圖片是東沙 過了東沙到太平島之間 在這個地方 這更南的地方 比中大更南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往北一看 有個東沙的環礁 你看得出就是環礁裡面的一部分嗎 外部 外部 或者是有沒有其他答案 我差很多一兩片 沒有 沒有 這個我們一般 就是在環礁裡面 還有一塊一塊的小塊礁 或者是片礁 片狀礁 它英文名稱叫patrine 一個p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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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在這個大洋 剛才那個第一張圖片 是在這個外海上面 外海的 第二張圖片的那個小塊礁 是在這裡 它的中間呢就是 就是會有一圈這個環礁圍繞 那在環礁圍繞圍繞圍繞圍 那在環礁圍繞圍繞圍 圍繞圍繞圍繞圍 這是外面的海 海浪打上來的時候 遇到了珊瑚礁的那個礁源 產生的浪狂 那這一圈 在大海中 泡沫的大海中 你看不到 所以古代平常在這邊呢 就 如果遇到天氣又不好 就觸礁了 所以這邊有多沉船 我找不到這個很清楚的地方 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遇到 那剛才那個是 比較遠的南海 這裡是哪裡呢 這個要有新年期的 有沒有人去過 東極 哪個地方 東極 東極 東極嗎 東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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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不是東極 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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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是 我們的紀念品 都對 這個是 東極是 東極是 不對 但是 勇於八條 還是 我們要獻著他 那 東極跟西極 都對 從課長在那裡啊 我們以後要到誰了 不要 來來來來 謝謝 我們有去過 你有去過 有去過 我應該說我來來來 沒有 可以再看 好 大海的島不可能是東極 又是西極 所以 這邊有好幾個島 東極是來的 東極是來的 前面這次是東極 東極的北邊一點 是西極 西極的北邊一點呢 這一塊 鐵真 鐵斋 一丁 踏踢的兩碼就是一樣 這一塊 這是我們的生態寶物 這邊啊 上邊是頭巾 海邊的牧羊人都要靠那個頭巾 頭巾 頭巾 再上去 最大的這一片就是 旺安 這就是旺安島 所以這一張圖片 已經把河吳南方四島的西半部 整個拍下來 那這是一個祥南河的景象 有這個 這樣子的景象 讓人家感覺是祥南河是不是 這裡呢就是剛才看到 西極坪往東極坪一看 他們其實 中間你可以看到是 有點鄉眼光的 所以其實我這邊放的 大概都是很翔和的大海 很優雅很柔美的大海 一直找不到那種 大風大浪的之類 因為那個時候我沒有出去拍照 其實剛才那個 我們從西極坪可以看到東極坪 那就是 不過海這麼美 這不是很香多嗎 這個是 一大片的這個山椒 淺淺的海 是孤獨的孤小 現在台灣的景象之類 我們有 還是有蠻美的 蠻美的這個海洋的景觀 但是呢 這條魚 找不到太多的朋友 那個 我們的這個魚很少 那 我們到底要怎麼來看待這個海 我的想法是 我們從這個環境 我們看一個 這個 我要分析海洋的美 從它的環境來看 我們應該欣賞它的壯闊 從它的這個雄偉 然後奇特啊 這些 這些壯闊 那個 如果說從真善美 你看這是求真 那在美學的分析上是屬於形式 但是生態呢 我們欣賞它 欣賞它的風富 風富是一種美 其實最有名的 就是那個 徐志摩嘛 雙世曾經說過 樹大就是美 這個生態如果 非常的豐富 它自然就是呈現出生態的美 那它這個是一個內涵 它重點帶它看著 它的內涵 但是光這樣的美呢 都還不是真正的 還沒辦法成長真正的 因為它都是窮身子 我們其實很重要的 我們會欣賞到它的美 是有人的這個物狀在 所以剛才 理事長提到 這個學會 都是以文史為止 文史跟生態不分加 因為真正的這個美的落實 要有這個人文的這個氣息 從人文的角度去欣賞它 才能夠分析出它的所謂的美 那這個美呢 是一個基本的 是求它的好 它的形態是 我覺得是要一種優雅的 優美的 這個風雅的 這個這樣子才是人文之美 那我後面也提到 這個是屬於美的這個 所謂韻律的 大家想像一下 我們能跟人的這個作為 在這個環境中 有它的動態 那你能怎麼做 環境怎麼回應 事實上 就有產生的節奏 這個節奏 是快 是慢 是急 是快 就呈現出 它有一個 人文的這個美過的那樣 這要有點想像 很年期待想像 最要談到的是意境 我覺得這個環境 生態、人文整合起來 賦予它一個意境 那就會產生這個和諧 很多人說它是藝術嘛 那藝術就是唯美 也就是真正的美 所以 這樣整合起來 才是真正的 完整 所謂完整的真一善 所以國家公文的美 不是單純的 這個藝術的美 也不是我們所謂 那個能溫的能力 還有它的環境 還有它的生態 整體、整合 互動的那個成果 那它的追求 在基本的這個環境的美 講的是形式 生態講的是內容 人文講的是它的節奏 它的韻律 那我覺得 在談到意境的時候 在國家公園 當然有序 那這個是真正的 人跟環境的有寫共處 你這樣不是在上課 沒有 沒有 我們是談的 所以 只是說 這個部分 我想把我的想法 跟大家溝通一下 對於我剛才講的 國家公園的內涵呢 我們要了解它的環境 它的這個環境 或者是它的私質的環境 另外就是生態 這個合起來就是 環境生態的部分 就是我們人跟環境生態 活動 人是在這個環境跟生態下 這個活動 那最後呢 大概有一點 這個 人跟環境之間的一個 這個 這個 我們講的 文體關係 人跟環境的關係 這個環境的問題 那這個 是不是可以對應上 我剛才所提到的 這個美的結構 我們在基礎的這個 形式的美 內容的美 韻律的美 異部 那 這個是我分析的這個美的結構 對應到國家公園的內涵 可以這樣來看 所以我待會 東沙 澎湖 我們就嘗試 這樣來理解 我想這樣可能比較有一個層次 就是 環境 有環境的美 有生態的美 人溫的美 那 這三者呢 構成他的核心 我們這個 追求的就是有遜的 核心的美 我們講 那個 海洋的 文化海洋的文化 在台灣 最具代表性的一般就拿了 南語 南語是真正的海洋原住 他們的這個文化都建立在海洋之上 剛才那個 我們黃客長也提到 國人家的幸運 在一百年的時候 已經是五年前了 就 參加了這個活動 他們自己造船 造了一艘船 從南語 用手划 三十八位 這是分兩組 因為一次要十八個人划船 但是十八個人做這個大船 從南語划一路 繞過而亂平 從西亞和上 海洋經過淡水 一共十九天在海上 就陪著他們這樣子 過試想過 非常深刻的體驗 所以 只要講到海洋 我都會把這個放進來 因為這帶我人生中 在海洋的經驗 他這個 他們對 跟海洋的互動 這個 大家去想像 他們的這個生活 完全在海洋之中,所有的一切靠海洋 像最近這個颱風,富岡、漁港、漁潮 貨船出不去,島上就缺糧、缺油、缺缺缺缺缺缺 可是如果過去幾百年,他們是不會缺的 因為他們靠著這個傳統的這些生活的模式,依賴著海洋、山嶺上的一些資源 可以這樣子做,穩定的生活 當然不是要回到以前,而是我們想像會有一個民族 他們幾百年來就依賴著這個海洋共同的生活 那他們產生了他們整個跟海洋互動的一個美容 這是很深刻的出入海洋的表情 所有跟海洋在活動、在生活、在求生存 或者是跟海洋共同在努力過生活的人 他們就是這麼的堅定 其實我剛才拉回台灣,我想跟台南要有一點關係 真正台灣的這個海洋城市 大家大家都講高雄 你會想過高雄其實是在日據的中後期才開始 有很多的海洋共同 更早以前,其實在整個東亞最活躍的海洋城市 所以我們曾經也是像蘭嶼一樣 像蘭嶼的打武族一樣 面對著海洋,我們依賴著海洋 建立了台灣的種種成分 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文化 我覺得應該從這個面向來看待台南 看待台南和海洋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回到公商 我們先看他的環境 這是一圈完整的環礁 想這裡比較大意 那這個環礁 這麼大又這麼圓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上Google 20去找我看 我曾經叫同事 這麼大規模的 這個環礁 珊瑚礁分纏三類 環礁 寶礁 還有玄礁 你們都很內行 這裡有報索 這個是達爾文的珊瑚礁和發育的理論 他是從觀察海上的火山倒 然後就想像 他以前沒有 那個達爾文是達爾文國 大國民國 我的課長都不打他誰 秘書的問題是什麼 我說達爾文是在150年前 應該是超過150年吧 達爾文 他沒有任何科學工具 單純用他的觀察 因為他在 他四處理由 是去考察 他看到那個海上的火山倒 然後看到珊瑚礁 看到有這種三種珊瑚礁的形態 他就發明 發明了 我認為是一種發明 達爾文的火山 這個珊瑚礁的發育理論 他可以想 他去想像 我覺得這個要從 這個是最容易解釋達爾文的 但是雖然 他下面是不是火山雲 我不知道 因為他看到環礁正能源 對不對 在大海中 有什麼樣的力量 可以有正能源的一個結構產生 火山雲 火山雲 這是達爾文的想像 但他想的不是火山雲 火山 火山島 龍起的時候 火山是像 想這樣 沙bl山 像富士山 他是滿 皮成 他周圍呢 會是一個 增線 圓 contar 你這樣 那就是所謂的群礁 這個島旁邊長的一層三層 像墾丁那樣,延伸出去 這是群礁,像群柏一樣 那種百葉群 這個叫群礁 可是董珊會因為海水上升 或者奇渣地質的作用 到有時候慢慢沉下去 它沉沉沉沉沉下去的時候 珊瑚礁的發育,如果速度比火山下沉的速度還要慢 那麼這個原來的群礁跟火山就會有距離 那麼就會形成怎麼樣的 我們想像一下 這旁邊是珊瑚礁 但中間呢有一個火山 我們現在從上面看上去的話 最中間是一個火山口 然後火山這樣下去 那火山的這個海岸 跟外面的珊瑚礁 中間有一層海水 隔離著 這就是所謂的寶礁 就把珊瑚礁看作像城堡一樣 它成為這個火山的一個寶嶺 就叫寶礁 我們所謂大寶礁 澳洲大寶礁 它就是距離這個岸邊有一段距離 然後外面發育的很長 很寬的珊瑚礁 那你再想像一下這個火山 如果繼續的下沉 整個沉到我們中間看不到了 我們就只看到外面這一圈珊瑚礁 就像一個手環一樣 就是环礁 這個是大寶礁在很早很早以前 他沒有任何科學工具 他靠他的雙眼觀察 他做了這樣的推論 這一個 他這個說法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被推翻 只有被修正而已 怎麼修正呢 就是說他未必是火山才會這樣做 因為事實上海水的上升下降 也會有造成這種情形 但是能夠這麼圓 如果有興趣山庫 都會觀察一下 所有的這個珊瑚礁 環礁地形 各種形狀都有 這麼圓的大概最有名的是馬爾地圖 但是在馬爾地圖的這個很圓很圓的環礁 它是很清楚是一個一個火山口 連續的火山口 它的規模都很小 我們有興趣上 我會這樣 我的同事就告訴我說 哇 沒有這麼大的環礁 當然我知道它錯了 有更大的 但是沒有這麼圓 沒有這麼完整 像中砂就是一個環礁 可是它很大 但是很不完整 它最後只有露出幾個礁體而已 中砂其實 比如說我們藍海的中砂 中砂群島 中砂群島其實不是島 也不是礁 它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在海水下面 黃岩礁不在中砂的這個大環礁 那我們叫它那個中砂群島是錯的 因為我們希望它是一個群島 所以那是人的想像 我們希望它是一個群島 但事實上它不是 那它會有一部分一部分的這個小礁體 出貨在海面上 但是還是在被海水蓋掉 沒有那麼完整的黑圈 那這個是東砂的一個特色 這麼大又這麼圓的 看在世界上去很久 我曾經上過那個Discovery 剛好看到它介紹珊瑚礁的體驗 就是用東砂來代表環礁 所以這是由世界代表現的 那這個環礁上面 沒有山沒有河 怎麼會有土壤呢 它所有的這個構造 就是從海裡面的山口的碎穴 貝殼的碎穴 然後經過海流的作用 堆積起來 堆積成這個東砂 這個島上呢 沿路是由這個白沙 這個白沙都是生物的殘留 我們在墾丁有貝殼沙這個沙灘 我小時候反而這個是國寶 因為墾丁國家關係都這麼講 當然我小時候也不曉得 今天大學 我現在才知道 如果這個墾丁的貝殼沙 那樣的規模算國寶 那這個是世界之寶 因為墾丁的貝殼沙 可能就是這個老杜的大小而已 但是它整圈的 都是完全有 我們的這個 這個白色的貝殼 還有山口的碎穴 這些細節我們就 那上面當然就會長了一些生物 所以我們從環境接入 然後來了解它的生態 這個就是東沙的細節 全部都是山口的殘骸 貝殼的碎穴 還有有孔蟲 那我們在談東沙 進入這個生態度 我想從它那個 就是去年 去年十月在東沙 看到了這個白虎尖 這個白虎尖 對東沙是很有意義的 它的意義在哪 因為早在1867年的紀錄 有個很偉大的探險家 叫柯琳尼 他把很多台灣的這個生態的調查 生態的發行都跟他有關 這已經是150年前了 他當時 鳥樹東沙 那個尖鳥雲 就是你叫金波東沙 就是你叫金波東沙 那個鳥受到驚嚇 飛起來 相躲雲 蓋住了整個東沙 但是非常非常多的一個 這個海綿 因為 它這麼多的海綿 所以就會有很多的排泄物 鳥的這個排泄物 含量量很高 那長久長久的飛機 它就變成了一種 它已經變成礦石 叫做那個 零礦石 零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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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得有點延實化 一百多年前 剛好 接下來就是日本 就站在台灣 就以台灣為基地 我們懷疑 就是台南做基地 他就找了那個 原住民到東沙去開採 這個 你看喔 他要坐鐵軌 就台車 去挖這個鳥糞 來挖採 它是一個 跟採礦一樣 所以東沙本來這麼高 現在被採料 大概一到三公尺 一到三公尺是清朝的一個 資料寫的 有十丈的成果 十幾丈 十丈大概就是三公尺 一丈是 十尺才是一丈 十尺它是三公尺 那十丈是不是太誇張了 三十公尺 不過古人的資料 有時候都會有 不讓他們確實 因為他們是科學家 這看起來大概最多也是兩三公尺 但是這個不是我的重點 你看看旁邊這張圖 聽說這個人就是西吉先生 沒有辦法討證 這是什麼呢 他除了把這個 島上的 這個礦石採出去 海上呢 海灘上 很多的這個螺 這是螺 每顆螺都像我們手 拳頭這麼大 這叫做中螺 中型的螺 那東沙最有名是馬蹄中螺 就是像馬蹄之類的 就是很大的中螺 你看它是一樓一樓的 就這樣子 那它上面還有工廠 它不是在這個中螺 以前他們只要漏而已 所以它在上面要煮 把它煮熟了 曬乾了 然後 再送到各地去買 台灣可能是個小基地 這個日本人的開場 最後 後來在一九零七年的時候 大概一百多年前 大概一百多年前 對這個梁廣總 梁廣總督務的官員 叫李準 他這個呢 就變成他收入了 這個他有大部分 我們今天沒有太多時間來看這個故事 那這個是一個很成功的 我為什麼說他這個成功呢 這個清朝政府 這個已經是百姓末年 都是很苦敗的 印象裡面好像每個官員都很苦敗 在怎麼苦敗的時候 也有很好的公務員 我們在座就算了三位 這也不是開玩笑 我有信心 我們這個光明兄 建制兄都是有的 所以不管 在那個時代也有優秀的觀念 他優秀到哪 這是什麼程度 就是我們現在還是很難想像 他這個條約是跟日本的影次簽 他要求剛才那些台車 他的工廠 那日本人就要求說那我這些你要補償 你要補償 這個我投資啊 後來他就是說 我一方面 我給你這個補償金呢 就是十六萬兩 十六萬兩的這個白姓 作為西澤 他那邊已經成立西澤國了 西澤的這個補償 可是他就同時要求 你拿了我的那麼多礦 海彩文礦石 拿了我的這個 剛才講的那個海洋生物 那些水產 拆了我的某一個廟 那時候好像有一個 我不知道是什麼廟 不是現在的大廟 就把廟也拆了 拆了這個清朝清清國那些 漁民的房子 就叫他賠 同時要他賠 所以他就賠 要求他賠十三萬年 兩相折合 就是三萬年 所以清國就給了這個西澤 三萬兩 三萬兩 三萬兩的這個白姨 就會把他賠進去 那 我剛才講的 不容易是不容易在哪 他不是用三萬兩直接解決 他有罰他是三萬兩 這一罰他是三萬兩 日本的你治一千 代表什麼 我 我侵犯了你的這個主權 不會我受你的罰 這個是我們現在 從現在的這個國際海洋法 就是執法管轄權 執法管轄權 都取得了 那當然 他們沒有行在管轄權 因為以前沒有人就 OK 沒有行在管轄權不行啊 所以之後他就派了 這個水師去接收東沙 從1907開始 東沙就開始有 這個中國的這個行戰管轄 那我剛才提到啊 現在的國際法 強調主權 就是要不要複習一下 哪三個面相 能到一定沒有獎品嗎 我看看 這裡有東沙的牛 剛才我們剛才談的是這個東沙的牛 這個女性片 任命土地 還有主權 我現在講的是國際海洋法 在國際法的概念下 還有三種管轄權 才能夠主張你的主權 鞏固你的主權 我們現在說我們宣揚主權 好像以為阿滴哥過去就可以了 阿滴哥過去不是主權啊 還有行政管轄 還有呢 司法管轄 還有呢 有點困難喔 我們其實跟我們一般的這個 國際三權分立的概念是一樣的 行政 立法 司法 所以 這三套都要 都留的話 也就是完整的一個主權的一個表現 不過剛才兩位 老師 我在講的時候很多人認真 謝謝 謝謝 對 在日選的時候 最近時代就歸高雄館 現在還是歸高雄館 中間有一段時間吃過空的 不過我們今天談的是美 不是談這個東西 在談這個東西 就不是黃黃銘當時的小球 我們今天在解說 我現在是做一點制度性行銷 因為我是學這個 OK 我現在讓大家看了是這樣 這個其實是要有努力的 沒有努力其實 剛才我就在美的東西都會不見 1907年 這三個人 搭著船這樣過去 你們看看我們在2008年的時候 2月28日 2月28日 我們這三位同事 搭著立龍的這個 包集 海巡處的包集 進駐的 進駐的 這就是 象徵著我們過去呢 對東商從資源的開發 到生態的 他整個經營管理的方向不一樣 如果是談資源開發的時候 我們談不到美 我們看到都是鈔票而已 對不對 談這個國家公園的經營管理 我們才有機會 才有這個心思 去深入他的美 從這個鳥分屍來看 其實東沙本來就應該是 野鳥的鱗 這是高雄鱗匯畫的圖 但是我們來陪往 東沙是一個莊鱗匯 他兩百七十幾重 在東沙有多幾乎 有些人用一個很不公平的說法 我們是全台灣密度最高的 一個鳥類的基地 因為只有1.7公里 有270幾乎 台灣3.6千多乎 平安公里對不對 153 153公勤 153公勤 我們現在重新測量 153公勤 是以前高雄市政府測的那個 就是地級的面積 那現在如果說以這個 低槽線 平均槽線 來測的話 是189公勤 那好像多了一點 因為我們這個小寶 你順魯必真 所以這個數據就要很精準 那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 這麼小的島 有這麼多 看得到這麼多的鳥 好像很偉大對不對 但我們都要告訴大家的是 每一種鳥 都只有在特定的時間 才看得到 因為它都是 南來北往的 前行的 過近的 真正在那邊 一年到頭看得到的 只有 您怎麼知道 你有聽過嗎 還是你對白虎央機 特別有感情 對 就是白虎央機 只有白虎央機 是藝人到頭 在我們通沙 可以看到的 這個有認真回應的 我一定會 可以看到 謝謝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到海裡 他這個 東沙下面就是這麼多的海草 海草長什麼樣子呢 一般人以為是海藻 這不是不一樣的 海草其實就是草 草跟海藻有什麼差別 你也知道 你是不是什麼都知道呢 來 請 你看我們是海漿的 那個 海草是不會開花結果的 海草是會開花結果的 可以的獎品嗎 獎品很多 你拿那麼多獎品會不會太重 是 是 是 這本海草長 在台湾你看到 肯定有一些 森森落落的 就跟我的頭髮一樣 不是我頭髮還稀 但是東沙不是喔 密密麻麻的 很完整 西谷西虎也有海草 是嗎 是 你已經有登錄了吧 沒有 我讀的資料沒得到,人沒給我資料 活不多啦 不容易長 實際上海草其實應該很多地方都會有 你只要水夠乾淨,水淺夠乾淨 然後穩定的海流,就連不要太強 那它可以形狀的作用,有一個地方可以長它的根 它容易長起來,因為它的海草的公主會到處飄啊 這個是平靜的海草船 給大家看一下,這也是海草船 你們看到什麼了嗎? 鯊魚 東沙現在這個鯊魚也很夯 我們現在大概有可能兩百隻,兩百隻應該 但是都是小隻為主 我們現在這個,這在長大的黃劍坪 他這個還會持續做了三四年的研究 所以這個海草船其實,從很小的生物去到它 很大的生物也是很喜歡它的 因為上面有什麼東西呢? 那它也在這邊採寶寶 所以東沙是鯊魚的生育 現在鯊魚是國際上海洋保育很重要的一個課 所以也跟上這個潮流 我其實很多人看到這個情,覺得非常開心 台南的這個宴席大概都不一樣 好像沒有魚池就不是正式的宴席 在東沙我剛才提到的,那一圈的外面 它是這個水流交換比較好 所以珊瑚環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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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 這個很特定 這是軟山湖 現在這個軟山湖可能整片大概有 這個數字我不太能夠記得 可是它整個幾十公尺的這個山坡 都佈滿了這個軟山湖 這個在肯定有所謂的一個叫做水型 海底花園就是軟山湖在後壁園那裡 那個跟這個比起來 你覺得那個真的是花園 那我們這個是花海 全世界研究軟山湖最有名的是 一個以色列的學者叫做倫拉夫 他說他幾十年了 四五十年軟山湖的這個外茶園年齡 你有看過像東沙這麼完整這麼大 而且種類這麼多 我們現在正在做軟山湖 東沙軟山湖的一個圖建 裡面有這個製作 明天應該會出來 大家記得 跟我要嗎 希望有機會 我們來當獎品 這是外環礁的山湖 這是外環礁的山湖 他會比較低壓力 原來油比較強 這個大概有整片的軟山湖 他的多氧氣 這個是用起來大概 如果根據那個以色列的學者來講法 大概這個就是全世界應該最高的 因為現在全世界做軟山湖 所有人都會找他去建立一下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寶石山湖嗎 裡面有沒有那麼寶貝 寶石山湖要更深一點 這還是淺海湖 這其實是柳山湖 那我們看一下海塞 在這個山湖上面 有這個獨立的郊區 你就會看到比較大的 尤其現在在我們的西湖 大西湖裡面 會比較多 那外面呢 其實環境比較好 可是大魚比較不容易 因為大家要誠實的交代 我們東沙還是有很強的 這個阻撓的壓力 這是西湖裡面 水比較濁 水比較濁 相對比較穩定 比較穩定呢 有一種珊瑚 就是這種唯恐珊瑚 它是比較賣這個濁度的 那因為水穩定 它就可以一層一層這樣長上來 這個高度可以到哪裡 像一層熬一樣 大概三公尺 所以如果有人潛水的話 可能高度在這裡 就是早期我去那個方立行 在介紹東沙的時候 哇 他帶我們去墾丁觀察那個山湖啊 一邊一邊都像小桌子小椅子 好開心啊 好漂亮的這樣 然後你到東沙 就好像走在街上 兩邊都是房子 這些房子都是山湖桌 那高度都是像房子這樣 那好的環境 就會有這麼多問題 剛才說到這裡 樹大就是美 樹大就是美 這個豐富的一些生態 其實是要有這樣的基礎 那一堆小的東西 那一堆小的東西 我們剛才知道的這個中羅是哪一支 中羅是哪一支 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有帶中羅過來嗎 這一個 這一個對不對 這一個對不對 那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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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聽了 那一支 一輛 那一支 那一支 他一定是做磨磨瓣 就是磨磨瓣 他把他歇小瓣 做SO醬 他把他歇小瓣做什麼 他沒有吃過 他有瓣 他就做瓣頭工廠 這個大家如果保證不會掉的話 就傳下去 每個人這樣子摸一下 這個東沙來的 郭大人知道嗎 當然既然有聽到賽者 這一片就不能彈出 這個是 當然那個磨磨 中磨的口感 你們如果有吃磨的習慣 有小片的磨瓣口感 這個口感 大概一般現在在市場上吃磨 我是不可能吃到這麼大的值 對 這個就是我們也 50塊 那是興起的量子少多少 是光燈大 在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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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有東沙這個地方 其實對我來講是很新鮮的 三十幾年 你也開始戀海洋 接住海洋 我沒有想像過台灣會有這樣子的戀海 那我們接下來就看 徐科長 那你那個右上角那個有沒有帶過來 來 看到嗎 可以 這實在太重 我其實本來找我 在海洋 找朋友 那個 車舉背 我用背包 背包 我那背包就是 一般小背包 跟我的 這個 這個 放在那個車舉背 就像帶著他的四分之一到 高度跟長度 一定不到四分之一 因為他的高度就像 真的就像這個小時候 一公尺到八十公尺一公尺 這麼的這種尺寸 這是海蘭島 他們的 我在 我們就找不到 那個101年的時候 去 海蘭島 堆得像山一樣的這個 車舉背的殼 那他們做做什麼 他們切成一小塊 一小塊幫兵 然後去打磨成圓珠 那這個圓珠呢 譬如說是歐巴馬他太太 最喜歡的 黑珍珠 現在 現在他的珍珠 這樣很大顆 不容易嗎 用這個 這個厚度大概就 有十幾公分 老的地方是十幾公分 最後的地方可能到三十公分 切切切切切切切 然後去打磨成 拋光變成圓珠 然後再染色 就是 黑珍珠的 但是他實際上跟珍珠的那個 材質是一樣的 要想他 有機會我們到海洋管理處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最近抄的那個 不是我們自己去抓的 我們從那個大陸遺傳那邊抄上來 那地檢主把他跟我說 那是正務 以前我們都沒有帶回台灣 那些地檢主要求我們帶回來 做我們當正務 那正務他這個做 他那個 就是完成之後 他就起碎之後 就放花錢給我們 所以我們再也寫這樣 那這是騰服 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剛才是看這張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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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就是 中指的 這個都不是我拍的 能夠拍到這麼美 都是專業的 我是這個先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們現在這本書 應該已經在印了 你們很快就可以看到 如果有心的話 可以看到我們的這個朋友的發射 這個這個攝影機 這是攝影機裡面的照片 這是他的延時的 東石居然 我感覺很開心 台南可以直接過去了 台南最近了 台南過去比 從法國過去還近 距離還近 將軍遠近 將軍是遠一點 將軍還是最近 將軍比安平稍微近一點 那這個 我們再講他的環境 我們先認識一下 他的這個基本環境 他的那個 私之環境是這樣的 這是延時 我本來看到這張 這個好像是 那個大峽谷的景觀 這是中指的環境 就像人起來 一個一個像石頭的燈 想一下 剛好他的後面呢 就是日冰的銀色 這個如果從海上看的話 會以為他是一個一個石頭的衛冰 我們再這樣 這是一個目前的 海的那個米 這個 這個螺合的米 就是這樣 這個光鮮一打散 這個 這個是目前 我們銅鑼南方之島 最夯的一個 我們都知道很懂 這是西極 西極島的這個 鋸杖鹹園 剛才海邊這樣 一定是複裂 這一列 我們再沒辦法拍到全景 他特別的是 這個延伸 延長八百公尺 這個很難 整片這樣子 從他的北邊一直到東北邊 在海岸 八百公尺的延長 這一個 海獅棟 其實 在西極 在東極 海獅棟很多 那為什麼他特別有名呢 中午的是不是才看得到 你有去看過嗎 有 有 什麼時候 七月 七月 七月齁 你看 你們都是現行犯 我們這些人都已經過了 沒有申請對不對 有 申請 對 我們有申請 而且我們還有上島 但是有進去那個洞 沒有 我們不能進去啊 但是我們有上島 你第一個 收回你的話題 我是沒有申請 沒有 我們真的有申請 而且有過 是是是 我們都同意上島 但是沒有進 同意進那個海獅棟 對不對 沒有沒有進海獅棟 因為我們知道他是管制的 標準 好 就是要這樣 標準的說 很多人申請的就順便進去 沒有 相信台江不會 不會 下次要進去了 要以公務人員進去 我們去台詞 好 那你沒有機會進去 我這樣很遺憾嗎 那你這樣很遺憾 那你這樣很遺憾 你不知道為什麼 那麼多人想進去 對不對 這個景觀很難得 太陽曬下來的時候 你看這個光 就是這個光 這個藍藍綠綠的光 就從上面打下來 對 對 然後就是整個年始都會 藍色藍色 那個海水的顏色 打上來 一般海石洞 很深邃 優暗 這麼明亮的海石洞 很難長 只有在光明裡面這樣 對 所以讓大家看 在中午的時候 是長怎麼樣 這就是中午的時候 只有在中午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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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正對著這個 因為這個海石洞是垂直的啊 垂直的打下來 其實 他跟一般的玄武岩 鬥有為什麼差 就差在上面的石頭空落 因為浪實在太大 震動太強 玄武岩之間呢 那他下面打 一般從下面打進去 打出來打進去 那上面呢 一直還撐著 可是這個 襲擊的這個風浪的 一大肆又大 然後就把它給鬆結開來 上面這裡 就 封下來 就變透天的海石洞 真的掛套底組 裡面有螃蟹 不能講太多裡面的東西 對不對 太多人的 蝦洞 對 所以 這個 是 大家很 好奇 期待 其實 去的沒有辦法看到這麼漂亮 因為這是我們在最好的時間 找最強的攝影師去拍下來的 他用最好的生活 你知道 我們一般的去沒有辦法看 所以如果你想看的話 我就這三張照片都可以不說不見 就是說 我們下次也要再申請進去 還是 在 短期之內可能不會同意 所以有特別的區域 因為 申請人太多了 以後怎麼處理是有可能 但是短期 我們在 是不會開放 這個 這段 那 鹽石上面 是澎湖最有名的 電歐 這是在 頭巾羽的 上面 頭巾羽是最 最好的 這個電歐的起因 那 我們先來看看 天的 先來看看 水下的 這個 沈湯 這就是 剛才提的 這個 比較 耐 比較耐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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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珊瑚都是耐鹹水 珊瑚沒有 不耐鹹水 比較耐佐渡 比較耐高溫 就是它是 那個耐壽型的這個珊瑚 尾孔山 最近 就是有一個很大的新聞 叫 綠島的千年 大香菇 它就是 一個 尾孔山菇 它 那 其實 這個尾孔山菇就是這樣子 像白頭一樣 一直一直 慢慢往外展 往上展 它小時候就像這樣 其實這個小時候也不小 這可能要幾十年才能長得 你看它長得特別耐 我對這個 特別 覺得也有趣 這也是珊瑚 有沒有看到那個環礁的樣子 說 步行一下 看來的東沙 這個小東沙 小環礁 其實具體而為 這個小的珊瑚就是這樣長 你看它面 東沙的直徑是25公里 是這個 多少被我都無法想像的地方 是這樣子的一個長大 但我不說東沙是一個 一顆這樣長出來的 這樣不是 很多這個小的環境 看起來也是像小環礁一樣 剛才我一開始給大家看的那個 其實也有這樣一朵一朵的像 像這樣子 可以 小環礁一樣 就在大的環礁裡面 其實 珊瑚本身的這個生長 這旁邊會長得比較快 裡面呢 水流差了 營養過好 長得比較爛 所以外面長得比較快 外面那一圈越長越快 相對於裡面長得比較快 所以它的這個生長力就在外面 這就是黃光銀最有興趣的車渠背 不過我們東沙現在看到的車渠背 都大概只有三四十公分大的 當然小時候不算 大的也就三四十公分 我剛才講的是巨車渠背 巨車渠背 現在東沙我們的調查都沒有看到 可是我就問了海南島那個漁民 東沙也有 所以我們的調查人員都不夠認真 黃光銀這個 最多跟最多調查人員在一起 其實不容易 因為漁民他們是生計 他這個一個車渠背 剛才講那個將近一公尺這樣子的一個車渠背 他可以賣幾千塊的肥幣 所以你看 一個月薪水你過幾千塊而已 當然一個車渠背 他如果拿上來了 就可以賣可以通常兩三千塊 兩三千塊其實不貴嘛 不過才五萬塊不到才可以 那九指深的那個美術 看水的濁度 那水很乾淨的地方 他就可以很深 因為他最主要就是要陽光 車渠背 你看到很遠 他這還沒有完全打開 他跟山蠔不一樣 他的這個外套膜 有藻類 所以每次車渠背 他的這個外套膜都是不一樣的 就跟我們的指紋一樣 每個人都不一樣 他的藻類的那個 那個生長的形式 跟藻類不同 所以這個可以標定這一支車渠背 根據他的長相 他的斑點 他上面就是藻類 他用藻類來吸收陽光 形光的作用 所以他的長大 不是完全靠自己吃東西 就像珊瑚一樣 珊瑚也是跟藻類共生 所以他可以長得很快 因為在這個熱帶海域 最不缺的就是陽光 所以你只要水夠乾淨 夠穩定 他就長得好 那這次 我們現在放了 已經都是同一個 我放這一張 其實是想要好好告訴大家 原來的這個 東沙的環礁裡面 就是像這樣整片的走捧珊瑚 然後這整片的走捧珊瑚 他的潮溝 因為水下會有那個水流 那個附近 就像我們那個排水溝一樣 也會有一個潮溝 剛才我不是提過 我小時候 我還是要搶到自己小時候 我那時候的那個老資叫方立信 他去東沙調查 1982年 然後1983年的調查 他就是說 他們走在那個 那個潛水走在潮溝裡 就好像走進一個巷子一樣 兩邊的這個山路 就是這個走捧山路 就這麼大 可是這個都很小 這個大概就是有 沒有充分的方法 那邊的水流比較強 那在東沙的細湖裡面 水流比較緩 水流比較穩 水流比較穩 所以他就長得好 而且他的陽光也充分 那水質夠乾淨 但是 紅湖呢 他的特色是 這一張就是標準的健康的珊瑚礁 珊瑚礁大概從形態上分成三類 我們剛才講 那個環礁、寶礁跟渠礁 是珊瑚礁的 從大的面向看 有三層的這個類型 我們現在講 珊瑚也分殺三類 三大類 一類呢 就是 這個 織狀 你看起來像樹織狀 這種呢 是長得特快 他長得特別快 可是他脆弱 他脆弱 還有一種呢 是這種 平面狀、片狀 片狀的特色在什麼 他競爭力很強 因為他一生出去 別人都沒有陽光 所以這是競爭型 所以 我剛才講說 環礁、寶礁跟群礁 是珊瑚礁地形的分類 至於珊瑚的分類 我們從形態上分成 環狀的、片狀的、織狀的 跟織狀的 那剛才講 那個圍寶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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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寶三五 在我 圍寶三五 感覺就好像 他的圓寶 他長得慢 可是他 真穩定 他材質很堅硬 那這個織狀的呢 很脆 他那個 他雖然長得很快 可是他是很吹的 他裡面結構沒有那種緻密 他爬 他爬 所以誰要定 像羊的一些樹 陽性樹種 對不對 那這個是 在東沙 我們過去三種都是 都說都普遍 對不對 現在在祭湖裡面 就剩下圍寶三五 因為他整個環境被破壞過 也能夠好好生下來 存活下來 也就是剩下 剛才裡面放的那個 一塊一塊的 環塊狀的圍寶三五 那在這個 東極這裡呢 他還有 這麼多的資狀三五 這麼樣的 片狀的三五 下面當然還有 很多的環塊狀的三五 隱藏在圍寶三五 我們有一個比例 如果是三個 各佔三分之一的話 就是退佳的那個 配比 那 有人問我說 為什麼說 東極是 東極或南方四島是台灣 那個 最健康的三個教育 這個問題 大學人都答不出來 但是我們在廣告上面 居然這樣寫 就國家公司居然這樣寫 寫的沒有交代 就等於你寫 對不對 因為他 怎麼樣 他也許 這個 覆蓋率不是最高 但是他的配比 最完整 對 他這三類的三五膠都有 而且都不少 多的地方可能 這個 可能是1比2比3 那也有1比1比1 都有 那就是他每一類都有 每一類都有 就會穩定 那就是他健康的三五膠 這個 健康的三五膠下 他的這個 生態之類就更豐富 大部分的這個 三五膠是 樂帶海洋的一個生態的基礎 就好像我們樂帶雨淋這些樹 樂帶森林 雨淋 雨淋生態 他們很豐富啊 靠的是什麼 就是樂帶森林啊 你沒有雨淋 就沒有雨淋的那個生態 沒有珊瑚 這個樂帶的這個 這個 我們珊瑚教生態 我們講的生態 就包括這麼豐富的羽群 還有我們剛才看到的那些 那些 蘿貝類 海森 那些 是 藍藍的小天 那 魚鳥來的州都很多 那 那 這樣的生態 你才能夠構成這樣子的一個 存存 對不對 你看 那麼 遙遠的地方 現在搭船大家都吐得半死 那以前的人到底是怎麼過活的 一兩百年前,就有很多人在那邊生活,這是當年,是東極的村莊,這是雨平的劇位,這是空拍機拍的,所以感覺很平面化。 這是一層一層的踢塵。 他們叫山,我也是,你怎麼看手?你怎麼知道?你怎麼不叫蔡宅呢? 說蔡宅就多了,就知道他們是遊客。 這叫什麼?這叫山,山是蔡宅,蔡宅,蔡宅,漢座不用澆水。 這叫山,山是蔡宅,蔡宅,蔡宅是這個,這個是房子對不對?房子旁邊那個種菜牛。 所以他們是怎樣多人? 有種的地瓜葉的人比較多,一層一層的叉叉,長大了,長穩了,天氣還不錯。 這一層,都督看,如果說會下雨的話,就在山山就差。 這叉成一片,地瓜有機會,不然就是花生,那個苗先培起來。 所以他們特別辛苦,所有的菜,菜苗,菜栽,培養菜苗,像苗谷一樣, 或是比較嫩的菜,像小白菜啊什麼,就不能裝到山上。 天天要澆水,用這個就裝在家裡盤、廚房旁邊,這樣才放店。 有水就要天天澆一澆。 有有有,但井特多了,幾乎每一家都會有一個井。 那山上呢,好幾塊之間就會有一個井。 要特別小心喔,因為現在那些井都很久沒有人用了,草又長得特別長。 不小心就踩下去了。 井是一個很大的特色。 但是對尤克來講也是一個問題,大家要注意,如果有人上去的話。 這是他的這個房子,我們不知道看他怎麼多破爛。 這是西籍,好在,因為西籍不容易上去, 我放幾張西籍,讓大家看一下。 你看他這個房子,搭配著這個四條,都是從海邊撿來的這個, 你叫帥,帥劍,帥就是他們講的山谷教。 那叫做帥,就是圍繞山谷,專業一點的話。 因為他是像石,能夠長得像石頭一樣,像鵝卵石一樣,一團一團。 如果剛才講那個織狀的圍繞山谷,那沒辦法變成帥,這叫帥劍。 那叫帥劍。 帥劍,我不知道什麼。 他叫帥劍,我就會查到。 帥劍。 你們這個冰寺協會的房子, 帥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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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 帥劍! 盖這帥子也是要經過兩rau帆的套壁。 這個...ụ 這個...這個山谷就要... 看起來小小的,從海邊上撿上來已經滿累。 慢慢沿了...累積...堆累積... 足夠的�ounced register,可以蓋得起房子。 霧彍啊,現在看到的都是水壺, 以前我們有動開的嗎? 這個其實跟平南的房子一樣,但是現在建材不容易取得的話,就結束了。 這是他們特殊的文化,就是像這個塔。 在海邊,這個塔是有多功能的,我們在這邊可以拜,看到他就可以拜,就可以親愛。 那一階一階上去,這是什麼? 他白天的時候,有做航標的功能,看到他往到了,遠遠看到那個塔,知道這是我家,我們的港口這個方向,但是有時候晚上啊,看不到,但沒有燈塔,以前就燒給油, 不像以前那個長城那個瘋狂,還不像以前那個長城那個瘋狂,還不像以前那個長城那個瘋狂,還不像以前那個瘋狂,還不像以前那個瘋狂。 這也是很簡易的,叫做航標,所以,這個詞語,比如說最近文字局有看到,有在什麼,台灣燈塔的分類啊,什麼,他都分成北中南東市, 這就是四驅的燈塔,這叫燈塔分類嗎? 這叫燈塔分類嗎? 這叫地理分區的樣子 燈塔分類有一類,他沒有寫到,比較簡單說,像這種燈塔,沒有寫到,這也是航標,有燈塔的限制 所以我們的仙女,會窮則便便則淘 我們說,這個生活能不能提供的,我們就要還是回到,怎麼樣提升 所以我們剛才一開始有提到說,我們把這個環境的,生態的,跟人文的,結合起來 要提升它,提升它,能夠呈現藝術的能力 把它推到藝術的城市,那這樣就真正能夠達到真、善 像我們學這個科學出身的,就是追求的事實,那事實其實就是事實而已 事實能夠讓我們覺得很美嗎?讓我們覺得很開心嗎? 所以,一層一層的提升上 這是海洋國家公園現在在努力的,我們就在前幾天 其實就是以內地,我們就在高雄,跟高雄文化中間 做了一個整個,海洋公園,海洋國家公園的一個,南方市島的一個,這個民產 我們找了很多的術家上去做畫,顯示,過失,種種 然後現在做一個原來的展規 這邊做一下廣告,沒有? 展規到什麼時候? 到二十六還二十七號 九月二十六 對,就到下禮拜 因為那個製刀館很難得有控 那都是專業的力量,就是專業的美術家去排 那剛好這個空檔,因為遇到中秋節被取消了 所以可能退掉了 所以我們才有機會 插進去 那如果有到高雄的話 可以利用這幾天 應該到下禮拜一或禮拜二 就是在這個,應該是九月二十七號 九月二十七號,就下禮 高雄文化中心 他有那個藝郎叫做治高館 也是治高館 治高治大雲,高雄高 他的音樂廳叫做治善治美廳 治敬 治善廳跟治美廳 我忘了 他那個是藝郎 我們就把剛才,你看剛才看到很多照片 其實那個是攝影 攝影它是一個,就是把那個真實的狀況拍下來 可是要提升的話 還是要透過藝術家的眼睛 跟他們的手法來呈現 那我就沒有太多,把藝衣進來 那我就沒有太多,把藝衣進來 這邊有帶幾段 那大家真正感受他的內容 我是沒有辦法有的 所以我們做廣告 請大家有機會 這就是一天在高雄的文化中心 但是那禮拜一應該沒有開啊 禮拜一沒開啊 因為禮拜一沒開啊 因為禮拜一晚禮拜一都沒有開啊 這個 上網查一下就知道了 對不起我沒有那麼切切的思綫 我發現 好,那我們再看 最後就是 那我們總要做一點努力 我們才是 除了剛才講那些美洋美之外 我們在台下 那我們怎麼來的工作 這些美怎麼來保護 這是我的工作 所以我順便再講一下 那國家公園的理由是什麼 大海給我們這麼好的理由 有一個好好的工作 那在台灣呢 就在將近十年前 我們有了海洋型的國家公園 台灣對海洋的保育不是 海洋型的國家公園開始 其實最早 第一個國家公園肯定 就有涵蓋五萬多公頃的海洋 那因為他大部分的那個 那個 那個範圍 還是在陸地上 所以他的業務呢 有大部分 是在陸地上發生 那當時 就 就是 沒有特別叫他海洋型 他有海洋資源 有海洋的特色 那我們現在所謂海洋型的國家公園是什麼 我們並不是否定肯定沒有海洋 肯定的海還是台灣 我覺得還是最棒的海 最棒的海 因為我們開車就可以到 剛才講的地方都 好 其實我不知道 最主要是很難到 很難到 當然他那些雞也生蛋 你要給他 剛才看到那個十字最多 那我講的是科學啦 對不起 我不是要顧你啦 那海洋性國家學院呢 就是 他大部分的這個事情都發生在海洋 我們這個東沙有三十五萬公頃的範圍 我們的這個陸域啊 這個島的陸地的鏈跡 剛才彭光雲已經講了 才一點多公公 平方公里 我們這個東沙 我們這個東沙 三千多平方公里的範圍 才一點多的海洋公里 這個比例我就算不出來了 那同工呢 三萬五千公頃 我們的陸地 大概只有三百多公頃 大概只有百分之五 一點多公里 所以這個就是 海洋潛航空 我們的定義是這樣 最大部分的事情 都發生在海上 所以我們一定要搭船 一定要潛水 那這兩個國家公園 我們目前有兩座海洋型國家公園 第一座是東沙 它的特色呢 我剛才提到 就是這個環礁 它這樣一個特別的環境 有很多特殊的這個 海洋科學上的 還沒有辦法探究了解的東西 全世界都對它有強大的興趣 我們就做了一個目前 據說是全世界環礁研究 最好的一個研究環境 東沙海洋研究中心 這不是我講的 就是中江大學的宋柯一 那個說的 因為他是這個計畫的主持人 我們都會有一個計畫 他說也不是他自己講的 是哪一個外國的研究人 都這樣子 大部分都這樣佔你 他不知道說 原來後面有個海洋研究 一般的學校 是沒有辦法說到這個 你知道嗎 那這個澎湖呢 就是做總圓庫 跟環境交易東西 澎湖 是我們重要的漁業的一個基地 剛才聽到說 那裡還很多的漁民 他靠著海洋資源來過國 那我們還是尊重他的需要 那希望這個地方特別留下來 能夠把它保護好 把這三萬五千公斤保護好 讓這三萬五千公斤成為 水產的一個 水產銀行也好 我們的這個水產的基銀島也好 我們的水產的總圓庫 這個漁會有 會游的 他不會因為我們這個國家公園界線 到那邊就趕快跑回來 對不對 不小心就游出去了 那游出國家公園的部分呢 就可以讓漁民做很好的這個漁業的利用 跟享受 那另外就是對一般的遊客來講 我們希望他成為一個很好的 環境教育從前 就剛才這樣 建志兄一開始有提到 我們在海洋環境教育的部分 我們希望能夠跟台江學習 台江的海洋這個 私地的教育做得很好啊 私地學校啊 那也許我們也可以做一個 海洋學校對不對 這是 目前國家公園 海洋國家公園呢 兩座在這兒 東沙跟黃河 那我們原來有一個系統的系統 就在台灣周邊呢 把重要的這個海洋生態的這個 樂園 就是它的重要的棲地 系統化的連結器 現在在海洋的這個規劃上 海洋保護上 都在網絡連結跟系統 希望我們也能夠朝這個方向來做 不過在台灣要成立一個國家公園 或者是跑過去都不是那麼容易 你看我們東沙是2006年成立 到了黃河已經是七八年之後 才把這些國家公園 所以我們對於上面的這個山湖的這個觀察 這是每年必要的工作 看它的一個這個生子現象 做一些紀錄 除了對它的這個 自然的現身的這些山湖做的調查跟紀錄之外 我們也希望能夠回饋一下這個山湖的環境 你剛才講我們的系湖 很多的這個走孔山湖 這支狀的走孔山湖 都破壞了 都被破壞了 那我們就看怎樣來運它 那這是我們的簡單的一個試驗 就用一個乾塊 插一根 一段大概15公分的這個走孔山 我們這個綁好之後 找一個比較穩定的優點 就是緊緊的把它插下去 讓它不會弄 讓它拉出這個海底底床的一段距離 為什麼要這一段距離 我們待會再解釋 先把這個角度 插下去之後 大概一年 你看這一根 原來是這樣的一根 它會變成只有十幾根 一年大概就可以長出來十倍的重量 兩年之後就有一些小魚 寫它躲在裡頭 寫它躲在裡頭 就是它已經產生了這個 庇護海洋生物的效果 這長了好多 你看這些小魚出在裡頭 這個是一條一條的小魚 有沒有注意到 那我們再來看看 到了第三個魚 四個 這是什麼 四個 這是三年的這個 插的那個 三個床 三個床 已經像小樹床一樣 這是一百多根的 那一棵一棵是它的狼狼 四個 你怎麼知道這個 我就是不知道 是不是問你 我在猜 喔 這是我要問你的 課題 你看 三骨是動物 對 三骨 每一棵 每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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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皺摺裡面 就是一隻三骨蟲 我說這個三年 我們擦下去三年之後 我居然 大家看得非常興奮 一顆一顆的 像小猩猩的這個 就是三骨蟲軟 所以我們人工擦了三骨 讓你的環境很好 三年就可以 自然的蟲軟 它蟲軟之後 代表什麼 以後我們就不要再擦了 對不對 對 那他缺的是什麼 缺的就是好的欺敵 三骨缺少 三骨 我們現在的問題 我們再拉回來 為什麼要 這根價值把它架高 因為我們的這個 剛才提到那個 中羅啊 這些經濟 高經濟價值的 駝背類 這一百多年來 都大量的被拆走了 所以他每年 到了冬天 再過幾個月開始 藻類就大量的增生 這藻類一長 他這一季呢 可能就長了二十公分 或十公分 這個藻類就這樣長起來了 那珊瑚 如果小珊瑚 像這個軟 剛才那個軟下去 它一年兩年長起來了 不過 還可以這麼大小而已 兩年的珊瑚 可能這樣小時候 不是我差了喔 就是從管開始 所以那個 藻類呢 太多的話 就把它蓋掉 蓋掉 一個月兩個月 三個月四個月 那就死了 就跟三公白化一樣 連續三四個月沒有陽光 他就餓死了 因為他靠自己吃東西吃不飽 他必須要靠藻類 形光合作會來補充他的燃料 所以我們必須把它架高 這個架起來 像這樣 前面這個 我們這樣插在 插在這個岩池上 這個岩池在冬天的時候會長 長藻類 那可能還上面就蓋得到 那他就會繼續長 所以現在這個 馬蹄中流的富裕 為什麼這麼重要 就是要看一看 繼續 好 你再附浴這個重流 這是他的那個 受精卵開始 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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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應該會很難 他應該會很難 你跟同學政府的這個 他的 他的 總毛肚運 總毛育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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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希望說能夠把這個中國 把這些 奴背類進去 那他就會 在冬天的時候 他是繼續的吃嘛 冬天這麼冷 他也可以吃更多 你看 比較小看那個中國 他每天這樣吃 一天就可以吃掉 一兩瓶半公尺 找了一條回店 我沒有去算過 這個人是 目前不在意 所以 我們現在在車區內 已經有兩萬顆的 所以馬蹄中流的 慢慢的 所以 本來大自然 其實讓他自然恢復是最好的 可是剛才提到 這個 因為人為的破壞 有一些機制 大自然已經沒有辦法自然出入 所以 只要抓到那個 那個 那個關鍵點 給他一點人為的幫助 幫助他長大 好像小孩子也是需要保母一樣 放到野地裡面 很多寶貝 很多寶貝 是不能幫他長大 除了剛才那個 山蠔 羅貝類 我們剛才知道 鯊魚 東沙的這個鯊魚 是 大家很關切 那我們也做了幾個 這個 現在大概 再穩 有一個比較穩定的 平均 就是 山蠔那邊 東沙那代都是 幼鯊為主 大的鯊魚 可能就桃園 幼鯊 幼鯊 其實很精確的 去把它 推算出來 剛才講 東沙的這個 國際研究站 它是一個主要的方向 這幾年來 我們蓋好這個研究站之後呢 在中山大學合作 他就有一些 對這些 國際上有需要 有興趣來 東沙做研究的人 就接待他們過來 提供實驗室 提供一些 海上研究的社會 包括船 包括一些 當然 切留色便宜這一個 那還有一些 固定標本的東西 就是 比較有名的 有一個 我今天應該想說 有一個 這是美國的 Woods Hole 他的海上研究所 Woods Hole 這個研究所 是 他是屬於美國 MIT 的 麻生美國學院 那裡面有一個 早期有一個 人叫Rachel Carson 寫了一本 他叫做 《極靜的春天》 那一位女士 他就是這個研究所 的工作人員 他們這一個計畫 就做海水算畫 跟西洋面前的翻新 透過三個教來觀察 就聽說是三百多萬 不是三百多萬台幣 不是三百多萬台幣 是美金 人家一個計畫就上億 我們 我們一個計畫要提供三百萬台幣 都很難 所以 一個研究中心 蓋起來 可以引來更多的 這個研究是 人類共同的資產 所以我們也不計較是哪一波 所以說 這個部分 在國際上 是受到相當重視 那我們就再看看南方四島 南方四島 比較特別的 我應該在這邊提供這個 疾灌海鮮 疾灌海鮮是吃三米 這有我們估算過 疾灌海鮮一天 一天還一年 一年 疾灌海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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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額大概就是一尺 小的大概一個是長魚 大概二十公分 大的呢 不會超過兩顆 那一隻 他就是趴在這個 山谷上面 山谷如果小魚什麼 他都不怕 因為他以為有刺西瓜 會去發射一些小的 魚霧來排排 這樣走 可是 遇到疾灌海鮮 山谷就沒辦法 因為疾灌海鮮這麼大 對不對 像兩個手掌這樣 整個把它蓋住 然後呢 他就 一個一個一個刺 就針對那個山谷的頭 一個一個進去 把山谷床吸進去 就這樣子把山谷床吃掉 所以這個是山谷的殺手 現在那個澳洲大堡礁 這幾年 非常的痛苦 因為他 那個 疾灌海鮮 大發生 大爆發 那再加上那個 氣候變遷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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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大堡礁 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山谷路礁 海鮮 面臨了很大的一個白 暗紅白化的威脅 這個是大陸 那這個問題出在哪 當然是因為 生態失衡 因為這麼大的一個海鮮 能夠控制他的沒多少 他小時候 有一些人可以吃他 他長大之後 他幾乎沒有天敵 他唯一的天敵是什麼 他唯一的天敵是什麼 人類 人類 人類就不想知道 要是人類可以這個油炸什麼 三杯這個 這段海鮮的話 那就緊急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 這個是 鴉箱寶 這是大陸 課長他有心理嗎 哭 哭 這 黨抓來了 喔 就唯有 靠這種大法國 這麼大的大法國 他才能夠吃掉 那麼大的 很奇怪 他怎麼吃呢 大法國就更厲害了 你看 你想像他的那個肉在裡 他亂一動我 這是他的殼 他一生出來對不對 大概也是像我們兩個手掌 這樣的肉就生出來 他就把海鮮蓋住 讓他窒息了 各種方法等等 他就這樣蓋住他 然後慢慢的就拿一個小花子 拿一個吃一點 再碎一點 小靠這個 但是這個東西現在肯定不可求 太少了 因為都拿 被拿來當那個法羅 法羅 這個 法國那個 法國浩子 當兵的時候 最好也是用這種 可以用這種 可以用這種 這個肉床這裡出來 這個管理 叫做大法羅 國這個時候 一出來 這樣子拿著 整個 可以把他拿起來 你沒有靠他 像我們這樣去搶 要搶到什麼時候 我們 我們叫做突擊行動 拿著刺刀 刺海鮮 我們刺了半天 這邊 兩百隻 五個人下去 不只五個人 五個人還續三天 吃不到兩百隻 就擺在這裡 不過這裡很壯觀的 你知道嗎 我應該把這張放大 這是我們 台灣最努力刺海鮮的 是我們這個行動 但是我們這個 吃了兩年之後 控制 我們去年吃不到請吃了 所以 有努力有差的 沒有人相信說 你能為下去 去控制得住 但是 事實上證明說 這幾年下來 一開始 然後大腹 這個威脅 後來是OK的 這一個 是 我剛才講 在社會上的能力 這一點 我很特別想提出來 因為這個 我也不難打風 一定要拿外科風嗎 你有浪音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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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洪湖南方四島 都是剛才講 那個 垂直的玄武言 對不對 垂直的玄武言 那麼漂亮 可是在這個玄武言下 歸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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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保歷龍 還是保歷龍 保歷龍裡面 有一些浮球 浮球裡面有一些 比較大的 比較小 比較硬的垃圾 可以高一點 但是 這個保歷龍 多到 有法處 我們在東沙 在金門 在台南 我們在淨灘 很容易啊 這個二十個三十個一百個 一路走過去走回來 就撿了 就把垃圾 就上垃圾車 東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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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這個在海灘上,把垃圾撿上來,一袋一袋的搭上去,送到山頂 那把包再送到山頂 需要這樣搞 所以這個垃圾在冬極其實算是有些 可是歐的是,冬極也沒有多少人,其他島人更少 這些垃圾大概都不是島民三生產 都是國際上的各種工業 當然我想,我自己猜測台南工業難過 這些保利從哪裡來? 我本來是想收幾個來跟賴市 我們期待 這個應該要控制 我這個保利從飄出去 那個別人怎麼收拾 金門都一直怪中國大陸 大陸的海漂垃圾這樣孤單我們金門的海岸 我們要逐一廢 東極要怪智慧嗎? 我不敢怪鳳凰城 但是我想,我們這些 楊文、株廢 那個香格 那些網站上面 那個保利 是很多 那在大陸與全都會 這個是長年來的危險 現在還有 不過在澎湖的部分大概已經控制了 因為澎湖這個地方我們比較看得到 過去二三十年來 他們大陸以前在冬天的時候 東北風一起 他不想顧回土港 因為太遠了 油料很傷 他就在東極的南側避風 避風就要下毛吧 風那麼強不下毛怎麼可以 下了毛 然後毛會卡到哪裡 就剛才看到海峽就上 這個毛鏈呢 風那麼大可能要上一百公尺才會發股 毛鏈是在海底這樣一條鏈這樣 這麼大的風 你看到船會這樣放對不對 毛鏈也跟著放 所以毛鏈一下的地方 那個三五角大概都被少了 不過左邊五公尺右邊五公尺 那就是一百公尺的長度 十公尺的暗度 一千平八公尺的三五角就沒了 通常他們有二三十艘 多的時候到七八十艘 這是村民的報導 那我們去的第一年呢 是二十九艘 那後來跟海巡通力合作 那他主要是靠海巡 我們通報而已 他就在超前部署 那時候跟那個海巡 怎麼辦呢 那時候東北風來之前 他的我們的艦領先到南海了 在外面就把他鎖住 不讓他進來 那通通報進來就變得很少 很少的時候 你那個小的群馬皮 就可以去趕海 如果一次已經二三十艘進來了 誰也來走 因為他們船都很大 那鐵科船很大 比我們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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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我們大太多 那 東沙也是一樣 這個 大法羅 那一顆大法羅 就是在這裡面 那一顆中羅 也是在這裡面小出來 那裡面幾百顆 大法羅 大大小小 中羅更多 他不可能全部帶過來給大家分享 那這個部分 我們國家公園的這個法規 罰則太輕了 漁船款很過敵 所以呢 我們要靠漁業法來規定 那現在就高雄市政的合作 已經公告禁止採股 公告禁止採股之後 他如果再進來 我們送到這個地檢署就可以判刑 我則在國家公園法 只能花三千塊 剛才不是提過嗎 那個 那個 你還是拿賣三千塊的 人民幣是不是 這幾個 大一點的可以賣三千塊 除了這些以外 我們來做一些軟的 包括這個社區便利 到買賓教育的部分 所以像我這樣子的一個說明 其實 謝謝來一下 來給我這個機會 謝謝鳳凰臣 讓我們也是要放到各地去這樣來宣導 這是我們的工作 海洋環境教育、海洋保育的宣導 這是我們一直在理會的事情 我們希望 讓這個海洋能夠走入 走入故事 走入大家的生活 然後希望 我們的這個海洋的這個文化 能夠提升 讓藝術家來看見國家公園 讓我們的視頻 能夠透過藝術家的理光 能夠理解國家公園 所以 這個國異 我們就先跳過 這是海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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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剛才那個 那個 海歸 我們現在的海歸 大概都是 從大陸的漁船上 那個超近 大陸的漁船抓了海歸 我們就衝進來 空進來之後 我們就有舊商 舊商讓他 護人之後就放了 那海歸 這個人有特別 比較特別我把它放進來 我們這曾經在 李鴻元當部長的時候 剛好放了兩隻海歸 一隻是東沙5月13號 他釋放出來 它就直接放了 就做 這是他入境 我們跟美國跟夏威夷那邊的海 texto 它其中我們會先發泡器,因為這個太貴了,我們也買不起 它放了幾個微信發泡器在我們這邊,我們有的時候就把它放出去 那資料會收到它們,它再分享給我們這個資料 走到哪裡呢? 經過將近一個多月的時間,這支海龜走到一個太平坊 因為我們那時候,它沒有辦法進來,好可惜 它可能那時候也知道自己,可能內政部長當過九萬 所以這支海龜,它一放出來之後,它幫我們的部長經過中砂 這個就是我剛才提到中砂環交,進來中砂,中砂大圍交 下來,走到藍沙,幫我們的部長去探調學人下來 另外一支海龜,是從這個海參館釋放出來 它就在我們的這個,就是西南外海這裡 不見了 海龜在海上不見的是有正常 因為中國大陸的旅船很喜歡海龜 所以這個是很麻煩的事 他們還在抓海龜 那我最後就想提到剛才的文化 我們把它提升到技術的層次 我剛才看你們可以做了一個順序 這是我們到27號禮拜二 我們到禮拜二 在製導館做了一個國家溫員 一個美的展示 我們希望這個海洋的美 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做了這個環境的這個生態的美 這些地理上的觀察 科學的觀察 再加上人文的美 也許我們學會也都做這個事情 可以做這些研究的推廣 我們希望再提升到藝術的 這個部分 我們就在這個檔期 就在這個時候 正在高雄 那我最後就想給大家分享 為什麼叫大海的意思 這個詞不是我發明的詞 這個詞太平 是林白夫人 通常 通常 明小時候知道林白先生對不對 第一個飛月大西洋的 飛行員 他老婆 叫林白夫人 M Gell 他寫了個書 叫大海 他告訴大家 大海不會傻失那些急功近利的人 像我們那些海洋開花、海洋開花那些 中國大陸那些旅船 為功利來的人怎樣怎樣怎樣 都說我們要有耐心 要學會耐心跟信心 要像海灘一樣放空自己 虛懷能夠等待大海來的 我覺得國家公園的經驗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心態 我們要有信心要有耐心 最後就是我們的同事在海上 就像這樣子漫步在海上 這是守護海洋啊 我們珍惜大海來的 這一方面是我們的職責 另外一面是我們的同事 因為我們為大家守護這個大海 那我先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那我們在座的貴賓 還有沒有要就今天的這個主題 來請教我們今天的影響者 我們提供一個名額給大家 請教我們的提名書 歡迎大家看一下還有什麼 這個問題或者是我們就這樣 讓他下次幹 分析一下 這個應該利用這個時間讓大家聽一聽 不過帶來的大語 還有很像 從這邊阿 真的有大圓 越大聲音לי就越像 可喜 請問一下我們在一些前提或解說 會講到澎湖 如果我們用台語來說 澎湖這種是否叫做 那 我早是聽到 但是在 書本上面看到的 會是寫 那最近 這幾年我在我們還管處的 一些書裡面 看到的又寫成變 老故事 那我不知道說 這個這樣子的 哪一個是 我們可以去跟 民眾提到的 然後他的 這個 他的 名詞上面 不過這個問題我沒辦法回答 超過了 因為事實上 我自己也沒有用 也許 我們這個學會可以做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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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古時還是 古老時 我有聽過 古老肉 我們很喜歡 蘿蔔舊 那我們詞意 就老古時 倒是 我們這 老古時 我們 我們說是 紅胎 我們不會說是 通胎 或是台風 所以 所以 老古舊 那我們台風 台語就叫我們 紅胎 這個 台風 這個標型 比較台語 這個 這是 老古舊 是 平安語沒有講 老古舊 老古舊 是 是 所以 我們就跟 玉米安語 好 那 小子 這樣 是 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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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今天我們非常高興 邀請到我們那個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的 徐秘書 那我 我請代表我們本會 送給我們的 展示 一本我們 鳳王承武子協會的 就是 你剛剛講的 其實跟海洋有關 也就是 台灣荷蘭時期的 大元長官的資深入 送給我們那個 來 謝謝 謝謝 那這本題子也是 海洋的開始 剛剛 這個 徐秘書一直講說 台南真的是 海洋的城市 謝謝 謝謝 今天 下一次的 講座 是在 29號 也是 9月的 最後一個禮拜四 我們邀請的是 金門國家公園 管理處的 處長 謝處長 親自來我們 台南 來跟大家分享 金門國家公園自然與 人文生態 那 期待各位 愛好 文史跟生態的好朋友 繼續 來 聽獎 那今天 借著各位的掌聲 再次 謝謝 謝謝大家 祝大家有個愉快